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玉里镇民代表会6月6号是办理了第22届 第一次定期大会 第一天是由玉里镇长龚文俊带领各客室主管进行实证报告 那么其中龚文俊表示 0918地震后带来的是对玉里镇各个社区道路 以及基础建设都全面回损 目前公所也都已经陆续的来争取到了经费 逐年来改善各里的基础建设 玉里镇民代表会6月6号办理第22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第一天是由玉里镇长龚文俊带领各客室主管进行实证报告 其中龚文俊表示 0918地震后带来的是玉里镇各社区道路 以及基础建设都遭到回损 工程也都已经完成 那目前公所也都陆续争取到经费逐年来改善各里基础建设 就是文俊这五个月又十二天 第一个我们公所同仁已经能够安心 很绝大多数的一些报考人员愿意进来 第二个厂商我们最近也知道 0918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欢迎县政府 习政会习县长 对于大大小小的工程不但是亲自下来看 而且也交代不管是议员代表 那么多项 当然就0918边给我们公所将近五十多件的工程 我们现在也已经全部都完案 目前在结算当中 未来争取玉里镇光复路道路景观及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 112到113年城镇风貌及创生环境营造计划 112年度水资源作业基金工艺支出补助金贝 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等等 来维护安全生活环境 来提升玉里镇民的生活品质 记者高雄双玉里镇采访报导